啥上市好久的产品竟然还有功能上的更新呢 那都进人家兜了 竟然还能有功能上的更新吗 这么神奇的吗 上市两年的莱维特 Connect6竟然又更新了好用的功能 跟着老乡玩 音频设备能省钱 咱就说咱看看到底怎么个字 首先啊 它多了个虚拟通道 哎你要问为啥多了个通道是吧 别问 问就是那有的音乐软件呢 它不当人呢 一个通道容不下俩软件 老掐架 所以呢拥有更多信号流整合的通道 方便你去进行直播 又多了两个Luby通道直播呢 也更加的灵活了 这玩意又多了一个overwrite input1-2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我们任何想要的信号 直接通入input1-2 使用路由上也更加的方便 还多了个通道映射的功能 直接展开的话 让你更加直观的观察信号流的整个走向 控制面板还更新了 你说这扯不扯 多了个闪避的功能 虽然它以前也有EQ均衡和压缩功能 但这次多了个闪避 给我们的电台直播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一说话吧 它就会把背景音乐卡就给你降下去了 闪避功能也是本次更新的一个核心功能 在这边我们打开它的闪避功能 它就可以去进入这个界面 这边的话选择我们的闪避的侧链的信号源 现在只有麦封一是接的麦克风 所以我选择的是麦封一 在这边的话设置好你对应的压缩的拍数之后 我们开启伴奏 你看现在的话我一说话的时候 它音乐就再往下降 这样的话它就有了一个闪避 假设如果等你再去进行直播的时候 你不想开你的DW这样的话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使用上它的闪避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是不借助任何的第三方DW 就可以实现使用起来比较简单方便 你要问这么神奇的功能 你该怎么能用上呢 首先你得有个这升卡吧 然后你直接在控制中心 你一更新它就有了 更新完了就让这款上市两年的升卡 再次焕发新的升级了 让本来就好用的产品 那更加好用了 配合原有就有的autogame和自带的EQ 还有限制器 在使用上又方便新手用户 再次降低了使用的门槛 使用起来更加简单的方便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